大家好,我是尼南山 今天这一集想要谈谈日本的发展经验 以及未来中国人均GDP超过日本的可能性 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之后 连续取得对中国和俄国的战争胜利 此后的一战时期 趁着欧洲列强忙于交战的机会 日本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 正是一战时期的快速发展 日本历史上首次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产值 成为了一个工业国 所以尽管一战后的日本工业水平和技术实力 比起欧洲列强还有较大的差距 真正的整体技术能力赶上欧美 还是战后的六七十年代以后 但此时的日本已经可以成为一个工业国了 日本的人均GDP一百年来 长期在亚洲居于领先地位 但今天这集不是想来吹日本 而是想说出日本这种优势 并不能永久保持下去 一个事实是 中国台湾和韩国人均GDP不断逼近日本 根据IMF的数据 1995年日本人均达到4万多美元 台湾地区是日本的29.6% 韩国是日本的28.4% 2000年 台湾地区是日本的37.88% 韩国是日本的31.3% 2005年 台湾地区是日本的43.44% 韩国是日本的51.3% 2010年台湾地区是日本的42.35% 韩国是日本的51.13% 2015年台湾地区是日本的64.98% 韩国是日本的82.09% 2021年台湾地区是日本的85.87% 韩国是日本的88.46% 在过去的20多年 中国台湾和韩国的人均都从日本的30%左右 上升到了日本的85%以上 今天由于日元贬值 我们看最终能达到多少 但有一个大的趋势是肯定的 那就是日本的人均GDP 在东亚长期领先的局面 是不可持续的 韩国和台湾都会逐渐赶上日本的水平 不仅如此 中国国内第一梯队的省市 人均GDP必然会赶上和超过日本 而且我有一个更为大胆的猜想 我认为未来中国人均GDP也将会超过日本 为什么我有这个信息 参考的是美国 尽管美国的人口最多达到3亿人以上 但是人均GDP却超过了仅有1.2亿人的日本 以及人口几千万人的 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 2022年人均将为7万多美元 是日本的2倍以上 是欧洲主要经济大国的1.5倍以上 其背后的原因是 过去几十年能够产生巨大经济价值的新兴经济 高度集中在美国 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社交媒体 电子商务 搜索引擎 电动汽车 半导体 商业航天 云计算等等 更不用说 在电子品牌领域 美国几乎在各个方面 都占据着全球最大的份额 或者最多的利润 而欧洲和日本 并没有从中分到多少根 美国面对欧洲和日本 在人均GDP方面的优异表现 也说明了一个道理 新兴的高科技产业 在价值创作方面 是远远超过传统行业的 我们从中国产业发展 也可以看出来 传统行业的工程师 既是比较有经验的 年薪一般也就是 一二十万人民币 而像芯片设计行业 有着十年工作经验的 目前已经可以年薪过百万了 这是因为芯片这样的 新兴行业 能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 下一个问题是 中国和日本相比 谁在新兴产业方面 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就以半导体设备为例 由于过去几年 全球半导体行业 处于黄金时期 在半导体设备和材料方面 具备优势的日本企业 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但总的来说 这个优势 也是日本在多年前 就已经奠定了 当下的情况怎样 日本每年能从半导体设备销售 赚多少钱 中国与之差距有多大 根据日本半导体协会 公布的数据 2022年4月到2023年3月 日本半导体设备公司的销售额 合计能够突破 4.0283万亿日元 不知道为啥一个预测值 能够精确到这个程度 可能是公价精神吧 按照当前汇率 换算成人民币的话 大约2054亿人民币 目前日本半导体设备 全球份额在30%左右 仅次于美国 位居全球第二位 而在半导体材料领域 日本则是全球第一位 半导体设备领域 2021年 日本厂家总共有4家 在全球前10位 7家在全球前15位 其中东京电子的铁量规模 是遥遥领先的 其2021年的营收 超过了7余6家的营收之和 中国半导体设备厂家 是什么水平 估计2022年 中国半导体设备厂家 营收加起来 大约300亿人民币左右 是日本的大约15%左右 看上去是很大的差距 但总体而言 日本像半导体设备这样 有一定市场规模 同时又对中国企业 有如此巨大绝对优势的行业 可以说非常少了 而且中国公司 在半导体领域进步非常快 这种六七倍的优势 显然是会不断缩小的 举这个例子 是想从最极端的行业 来看中国和日本的差距 当然我也承认 当前的论据 还不足以支持 中国人均级地匹 一定会超过日本这个结论 还是要继续观察产业的表现 但这个问题的答案 过几年一定会更加清晰 接下来 在制造业领域 主要看中国和日本 在汽车和半导体 两大产业中的表现 而中国除此之外 还要看商业航天 国产民航客机 互联网企业出海 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制药等产业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 中国国内第一梯队地区人均GDP 一定会超过日本 毕竟2021年 像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苏州 杭州 宁波 南京的14个大城市 人均GDP已经超过2万美元了 如果我们把全国的小城市也算少 在全国已经有27个城市 人均超过2万美元 而2万美元 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门槛了 但是顺便说一下 尽管我认为 未来中国人均GDP 会超过日本和欧洲的平均水平 但是赶上美国困难较大 美国客观上 手里有大量新兴高科技产业 除非我国吃下来的份额 比美国高很多 人均才有可能超越 毕竟我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 但短期看不到太大的希望 在高科技领域产出 能达到美国4倍这样的压倒性优势 就说智能手机 全球品牌就是中美韩了 但是美国有苹果 在华为被制裁的背景下 国内还有哪家能够超过苹果的 现在是看不到的 更不要说形成4倍的优势 从长远角度看 我们作为个人 还是要坚持锻炼身体 我们才能看到更多激动人心的未来 中国汽车产业的自动驾驶普及 包括卡车的无人驾驶普及 医药行业攻克癌症 艾滋病近视等难题 商业航天领域实现成本大幅下降 人类可以以单人几十万 升级几万人民币的成本 实现几百公里高度的 近地轨道旅游和航行 这些领域一旦突破 都将带来产业的大爆发 创造出极高的价值 众多的高新岗位 以及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 只是目前 我们对这一天何时到来 还无法判断 但到这一天到来时 中国人均GDP超过日本 也应该是体中之一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让我们从中国制造一种 重新认识我们的国家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